6月3日 离沈一十四岁生日宴的最后三天 沈老爷子那股执拗劲一上来 还是坚决要带棉保去考段位 孙女年龄小暂时不加入职业围棋队 不成为国相骑骑手也行 以而生日宴上会来不少宾客 想跟沈家攀上交情的人不在少数 得考个了不得的段位给孙女充门面 以小棉保的水准 越过了初段考核 直接奔着九段去了 考核师的段位可想而知 棉保明显玩起来比较吃力了 玩着玩着也不高兴了 因为他真的只是在玩 毫无名利心 迟迟干不掉考核师 他就皱着小眉头有点不想玩了 甚至还想故意走错输掉 马上结束游戏 沈老爷子千年老狐狸了 一眼就把这只小精怪的想法识破了 慈爱的在一旁劝道 乖孙女 不着急啊 喝口水些一些 已经坐了两个半小时了 棉保屁股都坐疼了 确实坐不住了 他不乐意了不会像一般孩子哭闹 只会奶生奶气的撒娇 爷爷 哥哥 我不想喝水 这是他去了N次厕所后 实在不好意思在尿顿了 找了这么个蒙人一脸的借口 70岁的考核老师都快憋不住要笑场了 好好好 爷爷去给你充奶 马上就好 沈一看他小屁股挪来挪去的 大概知道问题出哪了 立即礼貌地向考试征求道 老师 我妹妹可能坐累了 我可以抱抱她吗 考试老头那双眼睛就像孙猴子的火眼晶晶似的 看着棉保就像在看西式珍宝 嘴上一直挂着和蔼可亲的微笑 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可以可以 让哥哥抱 没事 你还小 下不赢老师也没关系 小棉包窝在哥哥怀里 抬手挡住小嘴 很小声地说 哥哥哥哥 这个爷爷太狡猾了 总是看破我的阴谋 不错啊 阴谋这个词用得很恰到 被哥哥一夸奖小棉包就开心了 坐在哥哥腿上也舒服了 他再次挡住小嘴靠近哥哥耳边 乌溜溜的大眼睛却是瞅着考试的 很小声地说 哥哥 我还有很多阴谋的 我可以想办法赢的 某哥哥低头对着他的小耳朵 也很小声地说 那就使劲揍他 小棉包瞅着考试 再次小声说 他是个比爷爷还老的爷爷 揍这个词用得很不恰当 小机灵鬼献学献卖 把哥哥的话学得这么快 沈亿憋着笑说 揍是个字 不是词 那就赢了他 现在恰到了 好的 对面狡猾的考试爷爷听力很好 已经听见了 嘴上的笑意更明显了 突然出声说道 小朋友心情好了吗 现在我们继续好不好 年宝立即乖乖在哥哥腿上 做端身子 好 沈老爷子给小祖宗把奶充好 特意沸了盐考试茶杯里 还有没有茶水 自驾之小祖宗爱干杯啊 只要他自己不觉得尴尬 就算天王老子他都能干一杯 见考试茶杯里没茶水了 沈老爷子才放心的把奶杯递过去 来 乖孙女 喝奶 沈亿几乎也是本能的扫了眼 对做老头茶杯里还有没有茶水 可不要同时喝 这一喝 一干杯 这场合 这严肃的气氛 我们家小棉包不尴尬 保证能让你个七十岁的老头 尴尬到怀疑人生 谢谢爷爷 小棉包双手捧住爱胖胖的可爱奶杯 呲溜呲溜的西 今天段位考场人不少 围观的也多 几乎个个都被这奶气十足的精致小女娃吸了眼球 不少人偷偷拿手机拍了照 录了笑 这种场合 一旁观战的人都有些紧张 孩子单纯天真的一举一动 莫名戳中了众人的笑点 顿时引起一阵笑 好可爱的小妹妹啊 这么聪明的小孩子 也太厉害了 没脸见人了 我都三十了才考到七段 一个小奶娃已经挑战九段了 沈亿拨开一颗糖 塞进小棉包嘴里 低头在小耳朵边说 诗堂 别说话 把你的小阴谋全使出来 下完这局我们就走 好 我很快的 被哥哥彻底哄开心了 棋盘上小棉包气势如虹 烤和老头也不凡 一旁观战的众人和沈老爷子是真掌见舌 这才是棋场上真正的高手对决 一个五岁半奶娃 一个古稀老者 今天这一场对异绝对会轰动新闻媒体界 沈老爷子在一旁看着看着 红了眼眶 由衷感慨 这女娃能进我老沈家的门 得是上天多大的恩赐啊 三小时二十分 终于奋出了胜负 小棉包赢了老考试三颗黑子 围观的人一下炸开了 太厉害了 Oh my God 真不敢相信 才几岁的孩子 还喝奶 竟然赢了吉老师 吉老师可是拿世界比赛冠军的 棉包真棒 好好好 后胜可位 后胜可位 赢了棋的棉包却不太高兴 看着考试说 爷爷 你让了我一步 我才赢三个 我可以跟您打平手的 小丫头这一句让现场沉默几秒后 更震惊了 因为围观的人没有一个看出 是老段位师让了一步棋 文言 老考试哈哈笑起来 一脸欣慰 点了点头 确实后生可畏 小女娃娃各方面的素养 都值得最高段位的封号 接下来就是象棋烤集 象棋烤盒就顺利很多 因为哥哥口袋里 时不时的能摸出一颗糖来 小棉包吃着糖 玩着就很开心 这次小奶娃只用了两小时就赢了棋 棉包赢了没有说是被老师让棋了 第一句话就是 爷爷 哥哥 我饿了 乖孙女 我们马上回家吃饭 来爷爷背你 爷爷年龄大了 还是哥哥背你吧 爷爷和哥哥有点兴奋过头了 棉包低头看了看脚上又是漂亮的 新的鞋子 再看看哥哥和爷爷的美 吓得他拔腿就跑了 没饿晕 真的没饿晕 我还可以跑很快的